3 2 1 开始 你拿走别动 别动 救命 救命 我小时候最喜欢张无忌 因为我为什么要喜欢张无忌 就是我在看光明点亮戏的时候 就是一个小孩子 在面对真正的一些真相的时候 他怎么勇敢站出来那一步 而且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就太帅了 就每个小孩应该都有一个英雄梦吧 我每次去试戏的时候 都看到很多个无忌 对 当时觉得心里很复杂 当自己在讲到口中 得知说我能演张无忌的时候 原来真的可以通过自己 对一个角色付出的东西 其实老天生看到 脚就慢慢穿的时候 我看到你就不对了 不是那个时候觉得不对 这个有感觉 真正去深入了解赵明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人物很复杂 他的家人事业 又跟他的爱情相冲突 就是他可能一句话里面 很潇洒地说出来了 但是他背后所要压抑的 他某一个瞬间可能往下面一看 眼中泛泪的那种感觉 强作故作的那种坚强 我觉得蛮让人心疼的 真正懂周芷若的人 他会觉得周芷若从始至终都是善良的 他对张无忌的感情开始是比较亲切 然后一直到依赖 再到喜欢 再到爱 即便是最后张无忌背叛他了 其实我觉得周芷若对他还是有爱的 只不过这种爱变得特别的复杂 特别的没有安全感 我师父 我觉得在戏里戏外 我都愿意管他叫师父 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我演的时候 我想呈现了一个新的角度 灭绝思态呢 对名教的有很深的一个仇恨 在他心里面有一个解不开的结 他在冰火岛的时候 他可以自己逍遥地去生活 可是当他回到这个社会的时候 他必然要卷到这个漩涡之中 他怎么样去面对 最后他选择了是什么 舍生取义 从此在我这儿就做一个彻底的了断 给天下一个答案 三尺长剑 斩不剑 将将不恩怨 我们尽可能地去 从一个编剑的角度来诠释一个角色的时候 我自我感觉会打动人一些 第一次跟大武器演的时候 我们彼此一定要有一个熟悉度 因为毕竟我们认识20年了 你初次见面演的话 你必须要演出这个20年 认识的 熟悉的 冰火岛的时候 他跟小无忌分别的时候 他真的是很用力很用力地 掐了一下小无忌的脸 当我在临舍岛再次遇到义父的时候 我就主动一下 用自己的手去掐压他的脸 可能你说我一页这台词 都比不上这一个动作 我明明知道不可能了 但是还是想要去尝试 哪怕有1%的几率 他也可能是我 他只要一天不是周竹岛的人 那他就是我赵敏的人 因为我偏要勉强 然后张无忌可能觉得 只要我们两个人问心无愧 别人说什么 又何必去在意呢 那周竹岛这个时候回答是 倘若我问心有愧呢 以前我们会发现 是最受女性观众喜欢的 经营物的小说 因为它的情感故事 和情感浓度都相对比较高一些 所以当你认认真真真 去做一个好内容 无论它是翻拍 还是一个全新剧本 我觉得 是最受女性观众怎样情感情感到 是怎么说 是最受我 就是非常刑 зап见 是最受我 是最受我 这受我 可以来 感谢观看